我們是逢星期二有團契 我想是遠遠留場的 我們在觀塘的陣營有 一開始有是因為我們大部份男嶺都回不了教會 所以就會想有相應的教會生活 有時會有牧師來分享 會有勝利各樣的東西 就讓大家都記得我們是基督徒 我叫做Leo是馬拿事工的負責人 其實馬拿是一個藉著餐飲和福音 去做社關工作做扶貧的一個機構 在我叫做蒙照開始做這個之前 我一直都是做餐飲的 我決定了要做扶貧為主 就是大約七年前開始 有機會在大部裏接觸了很多不同的教會 就有形形式式不同的藥細社群上來參加活動的時候 我就慢慢形成和知道自己是有心在這方面做服務 我對藥細社群的關心是很純粹很純粹的 在照命上面 我覺得反而是我們的責任 我整個氛圍和教導上面都跟我說 你跟著我這個上帝就是要做這件事 不論你是餐廳 你是飛頭剪法 整車什麼都好 總之你是要做這件事 香港其實是永遠都不會餓死人的 但是 為什麼我們是食物開始呢 因為我們會覺得食物本身是一個很好的接觸點 去建立關係 在大城市 任何一個Mega City 特別是香港 真正的需要 我覺得是所有關係上的斷裂 我們現在服務著的四大主要群體 清潔工 劏房家庭 無家者 獨居長者 貧窮只不過是他的表證 真正正正的是他們生活上面 或者他們家庭上面有很多關係失去了 令到他們也面對了很多不同的困難 絕對困難 因為我想疫情大家都明白 我們開這個在第五波之前 我們都有想過做兩種飯沒有位置坐 但是 對我們而言如果沒有位置坐的話 就沒有了一個基礎 所以最後我們都選了一間有位置坐的餐廳 最大的困難是平衡 因為我覺得馬拿一直以來比較特別的 就是我們有信仰成份 我們好像一間教會的群體 我們是一間餐廳 有很多營運 有很多開支 有很多牌照上面的東西 也都要請師傅 同時我們是一個慈善機構 我們有很多寫關上面的東西要做 所以我想怎樣去平衡 令到我們這三個角色都可以發揮得好 又不會互相抵觸的話 其實是一個挑戰 我們是會相信照命 如果這個真是天賦給我們的照命 我們就一定會走得過 就沒有其他東西可以阻擋到 真正的力量是微小裡面組成一個群體 我是微小 但是當整個馬拿 五十個童工 幾百個受惠人 集在一起的時候就會成為一個群體 我覺得一個猶太人是很微小的 但是以色列整個群眾 一個民族的時候就自然有它發揮的功用 就算有些東西是我幫到人 那你也是應該把那件事告訴別人 哦 瓦氣裡面的寶貝就絕對不是因為瓦氣 而是因為神 明白自己想做些什麼 知道天賦對你的照命是什麼 是只有你自己 所以當你已經去到一個問人 問到很關卡位的時候 你就應該遲了一個月 什麼人都不要問 反而你去安靜 你去退休 你要相信你的上帝會跟你說 你要做的事 exactly 是些什麼 那你自然就會有力量 因為有了倚仗 有了照命 你就不會停下來 來